再来看到既美国总统拜登审电访问基辅之后 美国财长叶伦 27号也访问基辅 并且加码军援乌克兰12亿美元 就在拜登访问乌克兰一周之后 叶伦以搭火车的方式 秘密地访问了基辅 他跟泽文斯基会面 并且强调美国持续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强调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帮助 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 在俄罗斯入侵第二年时 维持着学校 医院 还有其他服务的运转 而另外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访问中亚国家也警告 如果大陆提供致命性的武器援助 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美国将会严惩涉及的大陆企业跟个人 这可能会让大陆付出重大经济代价 而在全球面临严重的问题 We did very clearly warn China about the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going through with providing such support We will not hesitate, for example, to target Chinese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that violate our sanctions or otherwise engage in supporting the Russian war effort This is not only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a serious problem for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us but a serious problem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let me just add this China can't have it both ways when it comes to the Russian aggression in Ukraine It can't be putting forward peace proposals On the one hand, while actually feeding the flames of the fire that Russia has started with the other hand So I hope that China will take what we said very seriously But not only what we said What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saying And refrain from any further consideration Materially supporting Russia in the war effort CN更分析 这是美国在恶务问题上 对大陆最直接的警告 也是布林肯最明确公开的警告 凸显美中两个超级大国 摊牌的态势迅速的 美国国务卿亚太助卿 康达出席的国会听证会批评 大陆拿双边对话当筹码 同时表示 美方致力寫助台湾打造不对称战力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听证会上 康达表示美国行政部门 这日履行台湾关系法下 对台义务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 光是在去年 国务院通知国会13P的对台军售案 是20年来以来最多 面对大陆经济跟军事的挑战 康达则批评大陆 有时会拿双边的沟通管道当筹码 做法令人遗憾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全世界之所以关注台海危机 是因为这不是大陆所谓的内部事物 而是全球的议题 对此大陆国家部发言人毛林 也在昨天做出回应 布林肯需要认真上上历史课 也却美方停止在台湾的问题上 走边缘切香肠搞突破 中美又再一次在台海问题上交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接受专访 明确指出台海冲突 并非大陆内政问题 这并非中国的内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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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台湾在台湾有一个灾略 在台湾问题上布林肯国务卿需要认真上一上历史课 美方蓄意无视和歪曲历史事实 鼓噪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毛林大酸布林肯需要上历史课 根指出美国政府制定了毁灭台湾计划 反问美方究竟意欲何为 我要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我们奉劝美方悬崖勒马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走边缘 切香肠 搞突破 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日前参加美国商会也提到台湾问题 认为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国显然对台湾负有独特的责任 而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则指出 两栖登陆复杂度高 即使大陆大举推动了军事现代化 仍不是简单任务 因此认为目前没有中共两栖 侵台的立即威胁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